這次1589 她說她的頭頭是怎樣 給我呢 她就有局部黃化 黃化的這個黃黃的滋滋 都有黑白的感覺 請問這是什麼玩意造型 有什麼方法可以以紅紅茶 她的這種黃化 這對有幾種的一個情形 因為你說 黃去的黑白 所以這因為那是純粹是只剩下的黃黃 有時候是在我們栽培的這個當中 有一個這個缺體性的黃化 那不一定是這個白黑 但是在這個頭頭裡面有一個 我們比較後面這隻家 那麼有一個比較賣 比較賣手這隻家 有一個這個葉斑餅 這葉斑餅 或是說像這個類似葉斑 或是這個葉燒 這兩個要同樣 葉斑餅的黃色 如果比較不嚴重的時候 黃色的白色 會這樣頂點頂點 慢慢的 你這樣看起來有一點 但是不然有那個會黃色 頂點頂點 所以這有可能 有可能是兩種情形 一個是這個葉斑餅 或是這個葉燒 那麼這種東西 我們先在斑餅裡面 大概是這個視力溫情 這種是說用一些 反正你把他動作 這個葉斑餅來幫他醫 大概都可以控制掉 因為如果比較嚴重 我們通常會用這個 非顆粒 德克粒 這類的這個東西 那麼他在動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麼你要比較快把它轉 但是在轉好的時候 那麼這個 譬如說你用 這個背索比較高 這不要用太重 有的說比較嚴重 用比較重的 不要啦 譬如說你非顆粒 他穿五倍 你可以一樣泡穿五倍 你叫水轉比較淡 因為那主要是要讓他在這個毛頭 那種效果 因為他這個葉斑餅 還是說像這個葉燒 這種有時候在這個比較淡 這個我們轉油轉比較不對 我們如果是說水比較淡 他轉得對 效果就比較好 那麼有種就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有的這個 他沒有頂點 但是效果純粹 這樣白白 白深 白深這種 那麼會比較好還好 就是只會有這種現象 那麼這種通常是一個缺鐵性的 這個防化 所以你要把他 偷刀 要種得好 通常都要有一個 比較弱鹼性的這個環境 那麼一般通常就是說 在海邊這隻家 有一點點緊性 不要緊 那麼在這種海邊在種 比較耍地 比較海邊這隻家 比如說你這個賣掉 對吧 你賣掉 他就比較緊性的這個碟 比較海口這邊 比較海口這邊 比較海口這邊就 比較容易在這個月期 這個頭月月期的時候 比較容易有這種 缺鐵 缺鐵 缺鐵你給他用 我們聽聽 這個阿伯 很多都會給他說 你給他 如果沒中碟 比如說你 因為你這有一點點 這個頂點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 蝦瓶瓶 所以你這個環客 這種帶克力 還是說非克力 這種的 這個 就是你把老闆說 這個 收拼的這個油 你用收拼的油 就可以跟 這個蝦瓶瓶 它的燒餅 這個環境 都差不多 你可以用這個油 黃客做 德克力 非克力 那麼一種的油 來處理一百 那麼大概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這個問題 但是有可能缺鐵 在土豆裡面很容易缺鐵 因為比較減性的 這個環境 所以要怎麼放在土豆 缺鐵性防化的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也是很要緊的 在海口這邊 這隻 這老效好好 紅效 慢慢慢慢 幽效變薄 那種就 比較 比較不爛 這有時候他就會 那個藝術 有時候就會減散 這減重的時候 有時候 這種缺鐵性防化 也是會 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很多 這個 這個很早的 這個很早以前 在這個華年 華年 他們 最早去發現到這個問題 在這個研究裡面 缺鐵性防化 這個問題 因為印第華年 都一些比較糟糕的這個頭 那糟糕的這個頭 在種頭道其實不錯 但是呢 種種種 他就出現到這種 不是說這種頭不錯 他會 種到這個 這個 這個受盡賣 這就是這個 因為比較簡性 比較金性 比較金性 他的鐵有效性的比較賣 所以你幫他補一瞬 這個鐵 所以你拿一下 拿冷媒回去轉 這 你會覺得說 哇 這神奇的這個配方 這樣 因為鐵的效益很高 所以你給他 這個 但是因為你這個有頂點 所以你這個 這個油 也要用 所以你會發現說 缺鐵就是說 比較稍微的這個地方 比較 比較稍微的這個方法 比較容易的出現 你如果是有保隆林菌 他就比較不會那麼厚 但是在這個海口這邊 有時候這個 比較乾性 尤其是比較少 就比較欠 這個 有時候我們 這個背料 還會比較長 膏比較高的時候 去造型到 他的這個這個 鐵的量不足 所以就造型 這個缺鐵性的方法 這個東西稍微補一個 這個鐵定煤 那麼效果呢 就好 但是你這個有 這個效益 變這個問題 所以你以後 也要剪刀 這大概是這樣 來處理 提供給你做參考